《人人报》 《常务社长》 朱熹明 我们跟戈尔的探讨了 戈尔说中国非常好了 北京上海 我们西华社长 我记得《人人报》 《常务社长》 朱熹明说 你最好啊 你离开北京上海看 你一看就知道 这全球化 这个中国发展太平了 中国人现在也很客观看自己 说你不能再看这一面 再看那一面 这就是整理中国 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观点 西方的艺术形态缠在里面也不好 上海就说 一提中国就是台湾 西藏 好像中国这也是一个信息的干净问题 你没有问题 每个国家所遇到问题都不一样 但是你不能一提中国就是台湾 西藏 西藏 都缠在这里面 然后美国我们一看就是 伊拉克问题就是这样的整个误导 让大家的全球的理论研究者 全球的领导者 全球合作的目标全都变了 等到真正危机来了 大家全部做出危机 没准备 全都没准备 只是大家预见一些东西是吧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20世纪七年代到九年代 总共有93个国家 爆发了112次世界性的 系统性的银行危机 1973年代到1977 这些数字表明了 经济全球化需要 在快速的百分之中得到调整 否则的话 它就会马上出现新的例子 金融是现代社会的血液 它把资源从不需要的 和不会利用的人手中 所变得 全球化的金融改革 是有风险的 也是很艰难的 美国华尔街曾经创造过 规律 这不是英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市场 资本主题的网络 把各种经济加以结构化 一方面是固定领土的主权概念 一方面是超越地理上的 主权的虚拟空间 创造出更多的制度之路 各国政治社会的模型和文化 互动的模型 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日益沟通 日益发展 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 小的部落不断地沦入更大的社群 出于这个最简单的原因 每个人的工业里面 需要把自己的社会认为 美洲大陆的移民迁徙 从小商品的流动 到跨格集团 创造了全球品牌 融入世界每个角落 欧洲与美国经济的差距正在缩小 欧洲每年发布的欧洲《创新趋势图》 EIC列出了欧盟17项目的经济指标 这些数字也分四倍 创新的人力资源 知识传播的应用 创造了财政出入和市场 根据报告 十项或者数据指数 有七项欧盟超过美国 美国的GDP指标为 10.4万亿美元数 HDA 欧洲认为呢 美国的梦需要我们 欧洲也想创造一个梦 他将把多元视角 多元文化的 后代的敏感性 与新的盛世前景结合起来 用欧洲民族团结 来看顾美国的单边主 他们不喜欢美国 把自己夸为永远向前创新的人 注意力通常集中在遥远的地平性 欧洲西方不远的将来超过美国 因为在这地球上 现在大家是相选一层的 就像前两天我跟他们谈 他们欧洲人也在谈 整个以后大家思考 都是一个地球问题 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是各自行动 这个我也不完全同意 为什么 因为各自行动也不行 各扫民坚持也不行 你还得有一个全球化的合作机制 这个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因为任何偏远的山区发生的事情 都可以摧毁一个文明的数据 比如阿富汗 这个地区 发生了经济组织的东西 就可以摧毁石马大人 一夜之间 华尔街的金库海啸 可以让偏远的冰岛出于破产 他就讲了 人类全球化的时代的相互一层性 它已经都是互相关联 只不过我们自己 善于运作那种有形的 都看到有形的 那么无形的 都忘掉了 这就是我产出信息科领域的另一个管理 全球化的观点性 它改变了全球战略领域 同时也改变了生产和消费的方式 像现在中国的储蓄倍 非常大 2万亿 但是如果不进行正常的调整 不让它进入消费领域 这也不会带来不良的后果 第四 经济一体化的推行趋势 变为选择 这也应该是 这也应该是